这个我这边平常啊 工作特别的忙啊 回家呢还得带孩子啊 有时候还得做做家务 每天啊 练琴跟学琴的时间非常有限啊 所以我想问一下 咱们有没有什么提高练琴 学琴效率的方法呢 每天最少要练多长时间呢 您能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吗 其实最近呢 有很多这个粉丝呢 私信我说杨老师啊 我们这个成年人啊 学琴的时间呢 跟练琴的时间都非常的少 很有限啊 因为这个也上班平常啊 家里有的又有孩子啊 还得做饭家务什么的 非常忙啊 那我们怎么在这个啊 有限的时间内啊 尽可能啊 提高我们的练琴效率呢 啊 每天最少要练多长时间呢 啊 我这边呢啊 今天就统一啊 教大家两招啊 不仅呢啊 你花的时间少啊 而且呢还可以啊 提高你的钢琴啊 还有时常恋人的水平啊 第一呢就是啊 你如果每天只有10到15分钟的话啊 这是练琴啊 每天最少的时间了 我已经给你浓缩到最少了啊 一般的老师啊 我要求这个线下我的学生 最少要谈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但是咱们成年人呢 比较忙啊 所以说呢 我呢啊 教你两招啊 每天10到15分钟就够 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啊 才行啊 那每天 如果你有15分钟练琴的时间呢啊 你前10分钟啊 一定要练基本功 后5分钟 你爱弹什么弹什么 可以弹一些你学人的曲子 那咱们着重说啊 第一点啊 练什么啊 这10分钟基本功练什么 练哈农啊 哈农怎么练 把节拍器调到40啊 然后 想一下 弹一个音 想一下 弹一个音啊 弹了哈农一哈农二 差不多就10分钟左右了啊 为什么要练哈农啊 哈农是提高你手指灵活度啊 让你弹得更扎实的啊 并且是锻炼你手指力量的啊 我跟你说 就是钢琴家啊 他每天啊 都需要来练哈农啊 何况我们啊 这个普通人了 对不对啊 我们更需要来练哈农了 哈农可以说 对于我们学习钢琴啊 那是学习音乐的朋友来讲啊 学习键盘乐器的朋友来讲 都是非常啊 重要的啊 所以呢 啊 你每天如果只有啊 15分钟练琴 你拿出来10分钟练基本功啊 刚才讲了啊 两条哈农 速度调到40 高台指 啊 连奏 这么去弹啊 弹完之后 5分钟你可以弹一些 你取什么的曲子啊 如果你只有10分钟 那就只练哈农就行了啊 不仅不会啊 这个降低你的钢琴水平 还会一点一点提高你的啊 手指的功夫啊 那第二点呢 你在弹的过程中啊 务必要边听啊 边弹啊 这样你稍在手把耳朵也晾了啊 那为什么要练耳朵啊 大家可以翻翻我前面的视频啊 时常练耳对于学钢琴和学音乐 到底有多重要啊 我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啊 所以你在弹哈农的过程中啊 正好啊 这个节奏40很慢 你可以校正着去听啊 这样你不但提高了钢琴的水平啊 还稍在手提高了试唱链的水平啊 你只有钢琴水平和试唱链的水平都不断提高 你才能更好的弹好曲子 因为你弹曲子需要手的功夫吧 啊 你要手指力量啊 没有手指灵活度没有 你手速也上不来 弹不出来好听的曲子啊 那试唱链是干嘛的啊 是听你弹的好不好听 弹的哪有问题 哪该强哪该弱啊 去把握啊 你音乐的表达啊 为什么有人弹琴好听 有人弹琴不好听 弹琴好听的就是他用耳朵在听啊 所以他时刻在调整啊 他怎么弹能更好听啊 你要没练过耳朵的朋友啊 或者说没有边弹啊 边听的朋友呢啊 他每一遍弹上来的基本都是一样的啊 你会发现所以说没有一点进步啊 所以一定要记住 当你没有时间练琴的时候 每天只有十分钟就够了啊 练习哈喉啊 边听边弹啊 好 这招呢 分享给你了啊 也希望呢 你分享给更多啊 这个成年人啊 没有时间啊 练琴 或者说练琴时间很有限的朋友啊 一起帮助他们啊 在最短的时间内啊 达到一个练琴的啊 最高效率 好不好 好 那这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啊 我还是那个不一定说你爱听的啊 但一定是为你好的钢琴杨老师啊 关注我 学琴 不走完路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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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